洋葱,是厨房常见的一种食材,营养价值很高,拥有素材皇后的美誉,是很多人都推荐的一种养生蔬菜,因为洋葱乃猪肠,所以生活中也常见到它的身影。 常吃洋葱,还可以给身体带来不少好处。 一,常吃洋葱的五大好处。 一,义菌,洋葱具有一定义菌作用,因为洋葱中含有植物杀菌素,对于大肠杆菌,葡萄球菌等细菌,菌有一定的义质作用。 二,刺激食欲。 大家知道,洋葱有一股独特的气味,其实就是因为洋葱中含有的葱酸辣素,可以刺激味酸素蜂,增进食欲。 也有研究表明,洋葱能够促进味肠蠕动,有一定的开胃作用。 三,助于预防肚脉硬化,洋葱是一种很好的养生保健的食物,有研究表明,洋葱中含有类黄酮的物质,能够阻止氧比低密度质蛋白,结合形成化合物,从而负责的血管壁,防按血液流动。 同时,洋葱中含有的硫化物,还有一定促进脂肪带性的作用,可以降血脂,具有一定的防肚脉硬化的作用。 四,强劲人体骨骼,有学者研究表明,洋葱中含有骨鲜暗多态,又阻止框固质流失的作用。 所以经常吃洋葱,也有利于强劲人体骨骼,预防骨质疏松症。 二,洋葱的妙用,洋葱在我们生活中很常见,除了可以作为食材来烹饪之外,还有下面几种妙用。 一,擦两皮鞋。 经常穿皮鞋的人,就常会有这样的烦恼,皮鞋穿久了失去光泽。 这时候可以用洋葱来帮你,用一小片的洋葱擦皮鞋,然后再用干部擦干,就会发现,皮鞋就光亮如新了。 二,去除刀臭。 菜刀如果经常没有擦干净水,就容易生醒。 这时候也可以试试,用洋葱来解决问题。 用一小片的洋葱,再沾点盐擦刀就可以了。 在夏天的时候,被昆虫拎咬的几率也是比较大的。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,可以试试用小片生洋葱敷在伤口上。 洋葱有杀菌的作用,也可以解毒小酌。 四,避免玻璃粘上油漆。 如果自己油漆门窗的话,有时候玻璃难免会粘上油漆。 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,就在玻璃上面,用洋葱擦一下,可以避免玻璃粘上油漆的。 三,吃洋葱的建议,洋葱是很不错的一种食物,对身体也有不少好处。 在生活中还有不少要用洋葱的小技巧。 但是在吃洋葱的时候,建议大家要注意下面几点。 一,这几类人不适合吃洋葱。 如果有皮肤病,眼睛类疾病的话,都适不适合吃洋葱的,以免导致病情加重。 另外,有肠胃疾病的人,也是不适合吃的。 而洋葱一次不宜食用过多,洋葱最好,但也不适合一次吃太多。 如果吃太多的话,可能会产生胀气和排气过多。 同时,因为洋葱心闻,所以一次吃太多也不好,有热病的人更要注意。 康太多每天为您推送各种专业,趣味的健康知识,帮您识破健康表演。 走出用药物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